您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会有七到九级大风 山东北部 菊布地区有大雨 内蒙古东北部 珠江口沿海以及附近地区 分泊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有八到九级 如果不是地上有落叶在提醒 我简直要怀疑难道是春天了吗 明天全国其他地区天气还是比较平静的 降水分布比较零散 势力都是比较弱 所以最近天气也是显得安安静静的 未来一周 江南还有华南北部地区的雨水较多 但是却成功地让很多地方的气温控制在30度以下 感觉还是比较舒适一步这里 其中河北南部还出现了大范围的雾松 对于比较少雨的科评来说 这已经是历史图区的最大值 一南一北这样两片区域当中 而且这两片区域当中的降雨在明后天还会继续 在内华北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雷雨的天气 并且个别地方也是伴随着强对流天气 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是在阳光的笼罩之下 气温继续本中有升 我们华一代情况正好是相反是下冷中间暖 我们这个时候大气结构是比较的稳定 在国庆假期期间雨水还是比较的多 下的不大多数都是那种见识性的小雨 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 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一起来看测试天气吧 我们下来看测试天气